大家好我是平均欢迎收看课新闻 今天要带来看的新闻是法人典四大题材 16党涨潮来袭 先来更新一下上周课新闻的资讯 上周比特币说到耗能有解而受惠的就是再生能源 萨尔瓦多总统也直接让比特币重回37,000美元的怀抱 而这次马斯克又再点火了 他就直接在推特上面发文说到 他决定要恢复用比特币来支付 这个讯息一放出去比特币直接突破4万美元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轴 法人就筛选了四大题材 堪称四大金刚 是哪四大呢 也就是半导体防疫载经济跟欧美复苏 那里头呢就点名了16党业绩强劲的个股哦 是谁呢 想知道吗 白人上菜 首先看到半导体的5党 其中连发科5月营收再创新高 而且他又是IC设计的领头羊 所以当然被提名在内啦 再来我们又可以看到新唐 新唐有什么迷人之处呢 之前在John的财经及时通里面有讲到哦 所以我会附上连结给大家 而且他在去年的时候不是并入了日本松下的半导体事业部吗 所以他现在旗下有一座6寸的晶圆厂 跟一座8寸的晶圆厂 而且8寸的现在又非常的火热 所以他当然也会被提名在内啊 再来看到防疫个股三党 像是现在快三世纪 话题非常的火热对吧 所以保龄附井啊 他的5月营收就创下了历史单月新高耶 再来宅经纪三党就是你网路购物的富邦媒 再来纸巷帮你装箱的永丰鱼 还有宅配直接送到你家的宅配通 之前欧美经纪复苏之后 就提到说会受惠的就是像是衣服房之类的如虹巨洋 还有智鞋的啊 风态 再来就是出门开操用的车用零组件 羽龙 共舞 不好笑 知道就好 客新闻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